喜宝 成功拜金女的三大素养 喜宝上映了 预告片风光引你 郭采杰口碑不一 一书女郎真心不好演 小说里的江喜宝是个拜金女 但不管你抱有什么样的金钱观 都能从她的职业素养中感受到复杂的滋味 拜金女素养之一 看人极度精准 所有成功的拜金女 必须具备专业猎头的眼光 看人准不只是看男人准 别看一字之差 段位却是天壤之别 如果只把眼睛盯在男人身上 那顶多是个底层捞女 注定走不了太远 可是江喜宝 剑桥大圣三一学院的学霸 智商情商都比平常女孩高 颜值父母给 智商靠天生 智商却是从小在贫寒丑陋的生活里 为了活命一点点熬出来的 渣男父亲吃喝嫖赌 根本不顾妻女死活 父母很早离婚 喜宝随母性 妈妈是个美丽的女人 患过很多男友 没有一个靠谱的 她在航空公司上班 空节转地勤 每月只有两千块薪水 日子紧紧巴巴 连洗发水都买不起 母女俩就用肥皂粉洗头 但头发一定是干净的 母亲冒着切断煤气的危险 给女儿买纱裙 七岁就给她打耳洞 戴小精灵耳坠子 还从公司里捡回丢弃礼物盒上的缎带 用装了热水的糖瓷杯孕瓶 给她做事务 再穷也要把女儿打扮漂亮 目的就是让她嫁一个多金男人 所以喜宝十三岁 就会让男生心甘情愿替她付钱 上班门五年 公司奖励了两张来回飞日本的机票 母亲换成去英国的单程票 把喜宝推上了飞机 再塞给她口袋里仅剩的三千元积蓄 喜宝连一件后大衣都没有 之后的路就靠自己去闯了 她先读一所学费低廉的秘书学校 然后与唐人街一家餐馆老板的儿子 韩国泰恋爱 考上剑桥 男生出钱 她乘经济舱回香港 看望即将嫁人的妈妈 富家女旭聪慧 千年不遇也做了一次经济舱 两个人相识 旭聪慧拎整套 LV箱子 喜宝手里却只有一只新秀丽 一眼看穿对面人的贫富地位 这是初级识人数 喜宝早早就学会了 中级识人数是看准对方的脾气性格 面对续存资开出的包养条件 喜宝就结了半趟出租车的时间 答应了 因为他看得准 这个男人是一条大鳄 英俊富有 对自己看上的东西和女人 都有势在必得的征服欲 跟干大事的人做交易 才不会受骗 因为他不会在所事上扯皮 唯一的缺点是太老 但要不是因为老 怎么可能浑身上下 有这么多优点 男人的好处 都是被岁月逼出来的 事实证明 喜宝的选择是对的 他找到了葛威龙们 十辈子都遇不见的顶级客户 高级的十人数是拿捏最合适的尺度 游刃有余处理好各种关系 既不会因为殷勤而吃相难看 也不会因为疏离而陷于被动 一个例子 在剑桥 续存资安排了管家夫人 辛普森打理喜宝的生活 辛普森夫人为他准备了满柜子衣服 一个贫寒出身的女孩子 突然面对满柜子名牌 怎么可能一点不激动呢 相比之下 第一炉香葛威龙的反应才真实 站在姑妈梁太太给他准备的大衣柜前 惊呆了 家常的织紧袍子 纱的绸的软断的 短外套长外套 海滩上用的披风 睡衣浴衣夜礼服和鸡尾酒的下午服 葛威龙偷偷试穿 一边心满意足 一边产生羞耻感 纠结得一夜没睡好 但喜宝呢 满柜子名牌 翻都没翻一下 淡淡说 我一学期 两条牛仔裤 两件毛衣就够了 因为喜宝的段位 甩威龙十条街 他知道 表现出惊喜 就是露怯了 宠辱不惊的淡定 才能震得住 这种老江湖 他第一次 见信普森夫人 就杀了个夏马威 我是女主人 你是为我服务的 但熟了之后 态度就开始转变 平易近人又慷慨 经常送礼物给他 因为喜宝 洞悉与各阶层人的 相处智慧 对信普森夫人 这类做高级服务业的 老辣中年女 必须先意后扬 先声明地位 才不会被他 骑到头上 之后 笼络住他 对双方都有好处 并显出自己的风度 只有爆发户 才来不及的刻薄下人 果然 信普森夫人 对喜宝十分忠诚 老练世故 但本性善良的他 后来还跟喜宝 产生了真感情 有点像母女了 拜金女素养之二 戒除贪嗔痴怨 人人都有七情六欲 戒情绪 不是绝对的 他只有一个前提 这段关系 不涉及爱恨 不走心 纯粹是当职业来做 而且绝对敬业 年轻女孩子 都是情绪化的 喜宝也不例外 比如在闺蜜 旭聪慧的订婚宴上 他第一次在花园里 见到旭存姿 他并不知道 这个中年男人 是闺蜜的爸爸 就在微醺中 对他刀逼刀 当然旭聪慧 绝对比我江喜宝可爱 因为旭聪慧 有条件 做一个可爱的人 他出生时 嘴里含银屎羹 他不用挣扎生活 他可以永永远远 天真下去 因为他有一个 富足的父亲 现在他将与一个 大好青年订婚 酸溜溜的 一点也不掩饰 柠檬精的心态 他逐渐学会 戒掉情绪 是从成为一名 专业情妇之后开始的 续存姿包养他之后 居然好几个月 都不曾来过夜 喜宝虽然诧异 但还是在金丝笼里 安分守己 那一夜 续存姿并没有来 他通知我说 有事 我很乐意地 把大门反锁 在陌生的床上 睡得烂熟 第二天醒来 已是日上三杆 我自冰箱内 找到食物 为自己准备早餐 冷静地举案大嚼 二十多岁 是最耐不住 寂寞的年纪 喜宝却忍了 因为这是 他的职业要求 我忍耐 估计的本事 是一流的 日出日落 年始年终 从来没有两样 他心态稳定 不认为 做小伏迪难以容忍 人生在世 谁不受谁的气 只有一次例外 他讲错一句话 流露出 说续存姿 年纪大的意思 老男人就生气了 不动声色地离开 不肯在喜宝处过夜 喜宝也被激怒 晚上就去酒吧发泄 遇见马来西亚男生 丹尼斯软 发生了一夜情 这幺蛾子 当然逃不过 续存姿的手掌心 老狐狸不动声色 被揭穿的喜宝 崩溃了 也就是在那一次 激烈爆发之后 他好像燃尽了 所有的愤怒 冷静的可怕 从此 他再也不会 脸皮薄 耗面子 也不会玻璃心 圣母病 续聪术迷恋喜宝 当知道女神 被父亲抢了之后 这个脆弱的富家公子 喝咬轻声 喜宝听了 却是冷淡的 他要是轻声 那我们这些穷人 早就买个麻绳 吊死了 还断言 他死不了 聪术从精神病院逃出来 飞一万里去看他 他心里不忍 但仍然坚决地 下了逐客令 甚至 续存姿的女婿宋家明 也爱上了喜宝 要和他私奔 他对家明 第一眼就有好感 但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起初 一块钻石 就能让他脉搏加速 后来 再昂贵的钻石 在他看来 也只是个玩物 续存姿 弥留之际 暗示他可以出去 找年轻男孩恋爱 喜宝拒绝 做一个女人 要做得像一幅画 不要做一件衣裳 被男人试完又试 却没人买 带残了救了 五折抛售还有困难 我情愿做一幅画 你旭先生看中我 买下来 我不想再一主 不受苦情悲情感动 不为金银珠宝心动 不被男欢女爱打动 这样窥然不动的女人 才是最可怕的 坐在劳斯莱斯里 永远兼备挺直的他 哪里是没有七情六欲 他只是一个高度敬业的情妇 出于职业素养 把喜怒哀乐都砍掉了而已 拜金女素养之三 有兜底的能力 就是能把自己的身价抬到巅峰 也有心理准备摔到万丈深渊 自己选的路咬着牙走完 是被世袭全接受 喜宝的人生信条是 我要很多很多的爱 如果没有爱 那么就很多很多的钱 如果两件都没有 有健康也是好的 可见他在最初的价值观体系里 爱还是排第一位的 但是对于一个 养不活自己的女学生来说 爱情太奢侈 他又心比天高 打死不肯坐在 中环写字楼的打印机前终老 于是退而求其次 要很多很多的钱 果然刚谈妥条件 就拿着支票买下石克拉钻戒 抽屉里永远有花不完的现钞 提一句想要跑车 第二天就开到门前 旭存资甚至给他买游艇 在苏格兰购置了巨大城堡 与锦衣玉石相对的 是看似自由享受 实则囚在笼里的生活 医生管家仆人司机马夫 习宝身边每一个人 都是旭存资的手下 他一举一动 24小时被监控 他出生后所有的经理 都被调查得一清二楚 故事里没有明说 但有迹象怀疑 习宝妈妈跳楼 与旭存资脱不开干系 旭存资控制欲极强 断了习宝去找母亲的路 让他乖乖留在自己的身边 习宝倍感气冷 他爱上了一双 蓝眼睛的物理教授汉斯 只有在这个德国男人 湖边的草屋里 他才能睡得安稳 旭存资发现后 教训他的方式 惊世骇俗 以猎狐为名义 枪杀了汉斯 心爱的男人被杀第二天 习宝就得按照旭存资的安排 去参加聪慧的婚礼 习宝呆滞地坐着 像个木偶 脸上装着粉 身上穿着白色段子小礼服 帽子上有面网 有羽毛 眼前是婚礼 脑子里盘旋的 是枪声 鲜血 脑浆 半军如半虎 旭存资对习宝 宠爱生死女儿 还是会在生气的时候 甩一耳光过来 王一般的男人旭存资 外表如氧温厚 内心却阴狠毒辣 唯一的优点是 舍得给钱 因为钱对他来说 最不值钱 习宝严重抑郁 大量服震惊剂 安眠药 身体里所有的快乐 都被抽走了 他已经忘记 自己做情妇 原本是为了换学费 后来的他 自愿彻底放弃了学业 他够坚强 要是脆弱一点 早就像旭存资的大女儿 聪气那样轻生了 旭存资去世后 习宝分到了巨额遗产 股份 基金 利息房产 钱多得一辈子花不完 他被各自男人追逐 但苍蝇一般围着他转的男人 谁会是出于真爱 习宝才26岁 已经变成金屋里 一尊浮华的蜡像 所以你看 习宝像不像一个目标感极强 冷静到近乎冷血的高级社畜 踩着很多人爬到职场顶端 却体会不到成功的欣喜 只剩麻木 这样会使人没情绪 能兜底的优秀女孩 去哪里不拔尖呀 那么又何必去走那条 鲜花盛开 去暗藏刀锋的险路呢 习宝的故事其实挺狗血的 高级玛丽苏 女主光环太盛 所有男人都爱她 短短一个假期 就实现了阶层跨越 换到现实生活里 别说续存资了 就算一个县城首富 家里那些阴阴厌厌 争产夺才的破事 都够撕上好几年 但言情小说外皮之下 喜宝又是悲悯的 同位拜金女 选对人的喜宝是上位时 选错人的葛威龙 却是沦落时 小说的最后 喜宝引用曹操的诗感叹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嗯 就像一场梦 郭彩杰符合你想象中的喜宝吗 要是不 那谁更像呢 感谢各位的收听 祝您晚安